八八节即将到了 你的孩子想要送什么礼物给爸爸呢 慈怀基金会办理了情绪扭一下暑期活动 内容包括了课业辅导 还有多项的体验课程 就在八月份的父亲节前夕 安排他们来学习手工艺 写下信中想与爸爸说的话来送给爸爸 借此来增加亲子之间互动的关系 暑假的到来面临孩子 暑假得独自在家的危险 是许多弱势家庭家长所困扰的难题 慈怀基金会办理的情绪扭一下暑期活动 内容除了课业辅导以及多项体验课程之外 特别安排医师每周带领孩子们 针对情绪进行团体活动 帮助孩子能有正确的情绪管理 我们机构第三年 在顺岸活动社区中心这边办理团体活动 那今年的主轴就是以情绪管理的主题来出发 那我们就是会请有一个刘光中医生来带团体的活动 那我们是每周三 然后为期八周的一整天活动会带你的孩子 跟陪伴孩子来到这边来做一整天的活动 那活动的部分就是会分上午跟下午的两部分 那上午主要就是陪伴孩子来写他们的暑假作业 那我们工作人员跟志工然后还有年纪比较大的孩子 会陪伴着小孩一起来把暑假作业来完成 那因为我们参加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比较弱势家庭 不是单亲而在教养的部分 所以他们其实很缺乏就是有大人可以陪伴着他们做整天的活动 而在八月份父亲节的前夕课程另外也安排了手工艺课 让孩子亲手来制作皱褶花的卡片 并且写下心中想要与爸爸说的话来送给父亲 借此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与关系 宜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